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常在斗志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可是突然觉得离目标的距离可能有些遥远 我开始自暴自弃地迷恋上了网络游戏传奇 由于天生有着大嗓门 所以不久我就做了传奇指挥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接触到了喊麦 并放弃了传奇苦学喊麦 我花了两百块给自己购置了一套装备 耳麦和声卡 我每天会花上六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我现在家里大呼小叫鬼哭狼嚎 爸妈以为我精神出了问题 后来我告诉他们这叫喊麦 那是2009年 这一喊就是七年 后来爸妈给我安排了工作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 我在工作岗位上的鬼哭狼嚎 我突然发现 原来喊麦也是可以赚钱的 不过那个时候 我对钱没有概念 一手录音了50Q币 一个小时活动赚500块钱 于是我膨胀了 在所有人异样的夜光下 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决定辞职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 自己好像不像 不太适合上班了 并且有了更远大的目标 Tourian 告别了工作以后 我创建了九家音乐传媒 那是2010年 我立志要让更多的人 知道网络MC的存在 我想让更多的人 认可这个行业 于是 我开始在YY招出卖手 开设MC学院 不定期的开始专场 接着九家从最初七个人的团队 变成了一个在全国有着16万会员的MC工会 在这里 我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两个徒弟 龙一 龙九九 九家在当时的腾飞 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一年 YY突然有了视频直播 随之而来的是第一个月工会突然有了收入 于是我飘了 这一年过得顺风顺水 频道的人际和收入一直都在网上攀升 到了2010 到了2012年 出现了黄祖 随之而来的是 YY进入了商业化的模式 等于从来没有商业经验的我来说 突然感到了不知所措 到底是继续走自己的路 还是投靠组织 改变模式 最后为了发展 我还是选择了后者 加入了黄祖之后 突然觉得跟自己之前的畅想有很大的出入 工会已经不再是我自己做主了 大家的九家马甲也都不见了 还有很多人为了争权争力的勾心斗角 我突然迷茫 这种环境让我感觉到非常厌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把工会交给隆一来管理 当时自己攒了一部分钱 找了两个合作伙伴 于是我想到了回合肥去开个酒吧 我在半年里 跑遍了全国所有的顶尖酒吧考察 自己找房子谈合作梳理关系 可是最后 由于合作伙伴一方出现了资金的问题 酒吧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我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花光了自己所有的存款 终于理解了一句话 理想总是很丰满 现实总是很骨感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 打开了电脑 登录了歪歪 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人气最高的那一个了 自己的工会也不再是那样锦绣繁华 皇族也已经在出售了 我努力的调整着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只要坚持 就一定能走出这段理念 那是2014年 皇族被瑜伽收购了 我有幸继续管理着原本属于自己的1665 经历了失败的我突然觉得机会来了 我带着老将们搬迁到了广州大学城 开始招收主播 用自己创新的方式来培养主播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 终于又一次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15年我决定到北京闯一闯 我想在这个城市得到更多的资源 随着网络直播的改革 慢慢的我把重心放到了直播的周边行业 我们的很多家人们经常会抱怨我直播少 直播质量差 其实很多时候我受自己性格和心态的影响 总是对直播有一些抵触情绪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直播了六年了 其实最近两年在北京走的并不是很顺利 但是当我很长时间不直播的时候 又觉得还有很多网上的家人们在等着我 这六年的时间所有的东西都在变 唯一没变的就是大家对我的关爱和支持 这就是我的自豪 这种自豪是我赚再多的钱有多么的成功都无法体会的 有时候我想想 很多人甚至连面都没见过 就会像家人一样的包容我 关心我 我到底何德何能 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报答你呢 在这儿 我想对所有的酒家人说一声 生日快乐 我爱你